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路由器则是一层三层这样的一个结构 因为它没有上四层 它只有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和网络层 所以来看一下这两张图 这张图是介绍了一个路由器的一个外部的结构 这两张图也略有区别 它们并不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上面这张图中所展示的路由器 是一个模画化的路由器 它的每一个插口都是将模板插到这些插槽里面去 是可以更换的 而下面的这种路由器则是一种比较固化的路由器 它上面的接口还有这些都是已经固定在上面的 已经固定搭配好了的 是不可以随意更改的 还有大家要注意它们路由器都是有开关的 从外观上看路由器 现实中的路由器 就是说工程上用的路由器 这种大型路由器和交换机是非常非常像的 都是这种方向正正的盒子 它并不是像PT或者说GNS3 这些模拟器转件之中所展现的是一个圆形的 并不是那种圆形的 而是这种实际的这种方向正 都是这种方向正的大铁盒子 所包裹出来的 所以但是你如果去通过外观去判别它 这样一个机器是交换机还是路由器呢 只需要注意一点就可以 就是有没有这个开关 路由器都是有开关的 而交换机没有开关 如果它有开关就是路由器 如果要是没有就是交换机 你只要粗浅的记住这一点 你就可以从外观上去区分它是路由器还是交换机了 然后上面两个图介绍的是路由器的一个外部结构 下面这张呢 就是来介绍一个路由器的一个内部的结构 以及它的一个开机的过程 在四颗的路由器里面 大体是有四种存储介质 这四种存储介质 RM NV Room Room Flash 这四种 它们分别承载的功能都不同 LS也就是说 这个四颗路由器的系统 这个系统的本身 是装载在这个Flash里面 Flash闪存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在这里要注意一下 这个Flash 它这个闪存 它也叫Flash 也叫闪存 但是它跟你的PC机中的闪存是不一样的 你在这里完全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硬盘 路由器中的闪存就相当于是路由器中的硬盘 它是存储路由器的操作系统 存储路由器的LS的 而这个RM之中呢 它存储的则是当前运行的一些配置文件 这个RM它是断电之后它的数据就会丢失了 所以它是存储一个当前文件的 而路由器的启动配置文件 这种永久性的这种文件呢 则是存储在这个NV入目里边的 它在加件之后就会自动的把它加载进去 而在这个RM里边呢 则存储的是这种mini-LS 然后还有这种开机自检程序 以及这个监控程序 这些呢 这四部分组件 构成了一个路由器基本的一个内部的一个 主要存储的一个过程 其实路由器的内部呢 它跟平常的PC机这种基本差不太多 也是具有主板内存 然后处理器等等 这里面它都有 所以呢 你其实完全就可以把你这个PC 然后改成这种路由器 这都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呢 向大家介绍一下 路由器的这个开机的过程 大家就会更加去明白 它最重要的这四部分组件是如何工作的 它的开机的过程 大部分分为四步 第一步 路由器在加电之后 会进行这个自检过程 POSE自检 这个POSE自检呢 之后 第二步 将会通过路由器内部的这个ROM中的这个Bootstrip这个程序 进行引导 这个开机引导程序之后 当初步引导完成之后 就就会去查找Flash里面 这个闪存里面 是不是有完整的iOS这个操作系统 如果这里面有这个操作系统的话 就将这个操作系统引导进去 如果这个 然后就是第三步 这个第三步呢 是一个并 跟第二步是一个并列的 如果这个Flash里面 没有这个iOS的话 那么这时候的话 它就会去修改路由器 它内部的一个寄存器的值 然后再去引导这种miniOS 引导ROM里边的miniOS 或者说呢 通过路由器里面 还有一个部件 它是用于进行这个TFTP这种服务的 从TFTP这个文件服务器里面 再去下载一个iOS 然后重启这个路由器 然后呢 进行一个正常的这种 开机的这种配置模式 第四步 就是当iOS这个文件 这个系统完整加载之后呢 它就会从这个NVRM里面 去寻找路由器的这种 开机配置文件 如果这个文件夹呢 是存在的 这个文件 开机配置文件是存在的 这个配置文件中 保存的这个 这些它的配置条目信息 就会通通的加载到这些 你当前运行的这个过程之中 加载这个路由器的所有配置 然后呢 并且将这个文件 加载到这个RAM 就是说你当前运行的这个文件 这当前运行的这些 Rainting Config 这些当前运行的配置之中 然后就启动用户模式 进入相关的路由配置 之后 但是如果要是没有找到 在这个NVRM里面 没有找到这些 开机配置文 启动配置文件呢 那么它就会进入一个向导模式 来进行路由器的配置 如果要是说进行 就是在你 像PT软件也好 还是GIS GIS3里面倒是没有 在PT软件中 你加载一个新的路由器的时候 这个新的路由器 会显示 有一段警号 这一段警号 显示的就是 在前三部这些 内部的 你看不到的这样的 这些过程 而之后呢 就会出现一系列对话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是敲一个Y 表示YES 去完成这一样一个 开机的配置 也可以选择一个 也可以是敲一个N 去忽略这一步的开机配置 这就是当这个 开机之后 在这个NVRM里面 找不到这个 开机配置文件的时候 所进行的一个 路由器所进行的一个 决策过程 好的 来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所学的 主要内容 还是那三点 简单了解一下 什么是路由器 路由器的角色 以及它的重要性 然后简单了解一下 路由器的结构 路由器 有模块化的 有固化的 简单的了解一下 路由器的开机过程 内四部 这个一定要记轻 这样呢 可以让你去更好地理解 路由器它的内部的 一个运行的一个过程 好的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